恭敬法師慈悲開示 尊敬的最同修 最護法 大家吉祥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今天我們精進佛二 等一下我們要做一個總回向 希望我們的五亮節以來的累劫 因今在主 或者我們的過往的父母 我們的家親見俗 這些啊 能夠蒙阿彌陀佛 將來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也希望我們能夠化解 以這句名號 大災化解 化小小災化物 所以我們呢 再借這個姻緣 就跟大家來講講話 今天我們博師 我們的葉仲 胡琦 特別是我們的總幹事 也是大家也辛苦了 但是啊 每一件事情啊 我們必須一定要有一個付出的代價 你要獲得五亮五邊的功德 你就一定要付出你的代價 你的時間 你的光陰 所以大家辛苦 我們現在啊 很多在這個環境修行啊 特別對於我們念佛的人 我們最缺乏的呢 是什麼呢 缺乏的就是我們的耐心 我們耐心不夠啊 啊 態度啊 做事啊 講話啊 處事待人接悟啊 我們都有時候啊 耐心不夠 所以金剛經講得好 一切法得以忍 你沒有忍辱 你就沒辦法 能夠提升自己的境界 你念佛也不會念得好 腰霜背痛也要忍啊 是不是 哦 所以 很多事情呢 我們必須要知道 所以為什麼 釋迦牟尼佛 在金剛經為我們講這一樁事情 今天比方說有人對你的傷害 或者被人家淹忘 或者人家來侮辱你 迴謀你 來傷害你 來罵你 哦 甚至於你不會被外面的干擾 啊 順境也好 逆境也罢 善言也好 惡言也罢 你能夠忍辱 那你的念佛三昧就得到了 最尊敬的 最尊敬的 最同修大德 所以修行啊 不是一件容易 說容易總容易 說簡單也簡單 說難也是難 哦 所以一切法要靠我們的耐心 我不耐心你是不行的 哦 所謂啊 火燒功德靈啊 你今天辛辛苦苦念阿彌陀佛 哎 難得啊 把這個功德啊 累積下來 哎 一體氣 一來全部都沒有了 燒光光 哦 所以啊 以後遇到什麼樣的境界 無論怎麼樣 哦 你也要忍 要感恩 像這個忍如仙人啊 被隔離王啊 啊 割他的身體 一塊一塊割下來 啊 隔離王問忍如仙人 你有沒有恨我 隔離王啊 告訴 問這個忍如仙人 忍如仙人啊 不但告訴隔離王 我不但沒有恨你 而且我將來成佛 第一個要度的就是你 你看那個隔離王 那個忍如仙人 有這樣的程度 所以以後如果我們說到一些 種種的障礙啊 逆境啊 你想一想那個隔離王 怎麼樣的 虐待那個忍如仙人 被隔離王啊 一塊一塊的肉割下來 我們還比不了什麼東西的 所以隔離王啊 就是我們今天所講的 哦 焦成如尊者 那忍如仙人是誰呢 忍如仙人就是釋迦牟尼佛 你看釋迦牟尼佛說法酸話啊 他成佛啊 低德度是誰啊 你看釋迦牟尼佛在路也演講經說法的時候 這五位比丘 第一個正果的是誰 就是焦成如啊 焦成如的過去就是隔離王 所以你想一想 如果以後你遇到這樣的境界的時候 想一想 嗯 各人如仙人怎麼樣 被這個隔離王的虐待 我們啊 還比不了什麼了 哦 所以人家以後啊怎麼樣對待你 記得一句阿彌陀佛 人家怎麼樣侮辱你一句阿彌陀佛 人家怎麼樣來毀謹你一句阿彌陀佛 人家怎麼樣來傷害你 你或者你被人家淹忘 或者人家被人家批評 甚至於被人家打 你也要一起阿彌陀佛 像海賢老儿上你看 海賢老儿上 以前啊 你看那個記載裡面啊 被人家打 一巴掌啊 打了一兩下 你看哦 海賢老儿上一句話都沒有抱怨 哦 哦 你看 海賢老兒上也不得了耶 所以以後如果人家啊 被人家打的時候啊 你不要把自己的家裡的菜刀拿出來 你要一起阿彌陀佛 跟大家講 感恩你 感謝你啊 考驗我的忍辱 成就我的忍辱 哦 這個 這個啊 你將來啊 如果你有這樣的程度呢 說明啊 你這個念佛念佛三妹啊 成就了 哦 如果你不相信 你可以試試看 哈哈哈 哦 如果你走出去 有人突然間莫名其妙來罵你 或者用一把 用一些垃圾桶來丟你的時候 哦 你不要於你馬上跟他講 哎 感謝你哦 一句阿彌陀佛 那你就成功了 嗯 希望啊 我們也不希望這樣啊 一道啦 對不對 所以不管你在順境逆境也好 我們必須 一定要忍辱 哦 在順境的時候 你不會起了貪念 逆境的時候 你不會起了一個厭恨的心 稱恨的心 都是一句阿彌陀佛 啊 如果你這樣修行啊 我相信啊 人人每一個人都能夠成就的 啊 所以忍辱也代表感恩 感恩也是代表我們的真誠心 所以我們現在念佛的人就是最缺乏的 就是這兩樣 耐心跟真誠心 啊 如果能夠這個 聚足了 啊 這個念佛啊 就能夠成就 啊 記得哈 以後我們在哪裡 無論在哪個地方 遇到什麼樣的不愉快的事 什麼都要忍啊 啊 什麼事情都要看看一點 啊 不要太斤斤計較 啊 斤斤計較都是第一根 斤斤計較 都是多三二道 要許願 要感謝 啊 這樣才是真正的修行人 啊 會修行的人啊 天天都在進步 不會修行的人啊 哪怕是你每一天送了多少一部清 念了多少佛 你也不會進步 啊 所以這個就是會修跟不會修的區別 那今天呢 也藉這個姻緣啊 我想跟大家來講一下一個故事 一個公案 在這個公案裡面呢 最主要的他有講到這個臨終始念 就是我們四十八院的最精華的 第十八院都是講始念畢生 就是說臨終的時候 始念都能夠往生西方極人世界 那為什麼要跟大家說明這一段呢 因為很多人對這一段經文 有非常嚴重的誤會 非常的誤會 希望大家也做一個參考 希望我們能夠在這一生當中 要如何來念這句阿彌陀佛 因為我們修行念佛啊 不能用一個一種僥倖的心態來學佛 不行 用僥倖的心態來學佛是靠不住的 用真誠心來學佛才能靠得住的 那這個故事啊 這個公案呢 是發生在唐朝 大家要好好聽 注意聽一下 因為有一些 一整天念佛啊 哎呀 要酸悲痛累啊 哦 所以 眼睛啊 哎呀 想要打瞌睡 沒關係 啊 要睡就睡啊 沒關係 似乎一個人講也無所謂 哦 所以你們啊 累沒關係 像鍋螺像一樣 累了就睡個覺 哦 等一下啊 會 啊 跟大家 哎 開始結束了 哎 你就醒過來 沒關係 哦 是這樣的 這個公案發生在唐朝 就是 一位屠夫 就是屠牛伟業的 他的名字叫做張善和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個故事 但是啊 我可以再重複為大家來說明一下 張善和啊 他是 臨終懺悔念佛往生西方籍的世界的 一般啊 他就是以 殺牛 就是賣牛肉的 一生都是殺牛 殺了多少呢 殺了很多 那一般啊 做這些行業的呢 臨終 都不是很好的 像師父小的時候啊 我們的家鄉啊 我家裡的連居 有五六個啊 都是屠夫 都是殺豬 殺豬 為業的 而且臨終的時候 個個啊 每一個 都是很辛苦的 為什麼呢 因為臨終的時候 這些被殺害的眾生 會來逃債 逃債還債嗎 他一定要逃債的 然後第二個呢 為什麼他臨終不好 因為死了以後 他的果報都是在山土 而且在山土果報 塑盡了 將來得人生 都是貧賤的 啊 得人生都是貧賤 而且 帶了一生債 他要還債嘛 然後呢 不但要還債 一生長長生病 又短命 所以啊 世間有365行 我們千萬不要選擇這一行 都是死的很慘的 很辛苦的 那張善和呢 他就是選擇這一行 一天不殺牛 一天沒辦法吃飯 所以天天殺牛啊 你想一想 他造了多少的業啊 但是他有福報耶 啊 臨終的時候呢 他臨終啊 就是說他要往生的那一刻 他突然間呢 看到啊 很多這些牛頭人啊 饒著在他的旁邊 而且很凶的喔 而這些牛頭人呢 就告訴張善和 講了一句話 不但饒著在他的旁邊 而且對他講話 他說啊 我就是被你傷害的 我今天來的就是跟你要算賬的 所以他今天告訴張善和 我今天來到這裡要跟你討債的 也要跟你算賬的 因為他殺了很多這些牛嘛 所以他們要來報仇了嘛 所以啊 張善和看到這樣的情形呢 很害怕 很恐懼 所以趕快告訴他的太太 你能不能到寺院裡面請一個法師 來為我念佛 他的太太呢 就很快的去請了一位法師 這個法師看到張善和這樣的情形啊 就勸導他 你趕快念阿彌陀佛 而且告訴張善和 在佛經裡面有一句話 哪一句話呢 他說啊 若有眾生做不善悅 應多惡道 自行聚足十念 曾阿彌陀佛名後 除八十一劫生死之罪 即得往生即樂世界 就是這個法師 就是這個法師來為張善和開示 只要你肯念佛 你肯懺悔 只要你真的相信有西方幾個世界 那你要好好念佛 咦 張善和很聽話哦 而且這位法師啊 就告訴張善和 趕快念阿彌陀佛 因為這個第一項已經現象了 已經現象了嘛 這個第一項已經現象了嘛 所以呢 這位法師啊 用他的主角 請這個張善和拿著香 然後右手拿著爐 然後趕快念這句阿彌陀佛 沒想到 不到十聲哦 他沒念到十聲哦 張善和就告訴大家 阿彌陀佛來了 而且阿彌陀佛 坐在一個寶座 來借我到往西方幾個世界了 那講完了呢 他就往生了 那從這個角度啊 尊敬的主義同修大德 你想一想 像張善和這樣的人 本來要剁地獄的啊 而且這些牛頭 牛頭人要投債的 要跟他算贊的 不僅僅因為張善和念佛 往生西方的世界 以前他被傷害的這些眾生也得利啊 你想一想尊敬的主義同修大德 今天如果你真誠地念這句阿彌陀佛 你過去五量級的累積的因心在主 看到你這麼真誠 看到你這麼恭敬 而你念這句阿彌陀佛 本來要報仇的 他會化解什麼呢 化解變成你的護法了 我們每個人都有累積因心在主啊 大家一定要知道的 我們每個人都有因心在主 只是因為我們現在的氣還沒摔 如果你的氣摔落了 因心在主就找上門了 那因心在主找上門了 那很難化解 真的很麻煩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念佛 在念佛當中 最後我們要回向 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忠敬佛是為什麼 在三十七年以後 最後告訴我們 臨終無障礙 或者在大回向裡面 我們不是有念一段經文嗎 因為我臨終無障礙 不要在臨終的時候 因心在主找上門來找我們麻煩 那真的很麻煩 沒想到張善和這些的因心在主 以前這些眾生被傷害的 全部得度了 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你想一想功德太大了 那在這個地方啊 需要跟大家說明一下 臨終始念 這個臨終始念的意思是什麼呢 這個臨終始念啊 首先必須要具足三個條件 大家一定要記得 不是那麼容易 如果你沒有真正了解這句話 不要說十聲 一萬聲千萬聲 你也沒辦法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你也無法能夠滅無量無邊的這些的罪业 那這個三個條件是什麼呢 這個三個條件大家一定要記得 你不具備這個三個條件 你不具備這個三個條件 你是沒辦法的 啊 第一個 臨終的時候你的頭腦要清靜 要清楚 而不迷惑不顛倒 你的頭腦很清楚哦 你頭腦不清楚也不行啊 所以有一些人說師父啊 老人痴呆能不能往生 能 但是千萬人中 難得其一啊 換句話說 在千萬人當中啊 找不到一兩個 頂多一兩個而已 所以尊敬的主義同修大德 真的 現在我們這個社會 十個人當中 就有六個人 很多得到這種什麼病 老人痴呆 那我們想一想如果有一天啊 啊 比如說啦 比如啦 不是真的啦 這個是比如啦 你不要把它當做真的 哈哈哈哈 如果我們呢 有一天啊老的時候啊 得了這種率怎麼辦呢 那就慘了啦 真的 那個靠不住啊 那怎麼辦呢 你看那個我們師父 有三人老和尚 九十多歲哦 他的頭腦記憶力很很好耶 為什麼呢 天天讀經啊 所以大家啊 所以大家啊 你要有空啊 哦 至少一天啊 至少 能夠讀無量説經 或者讀地藏經 至少 你沒有時間 你可以讀阿彌陀經 至少一步 對你很大的幫助 所以你看那個西方國家的人 為什麼他喜歡看書 就是因為幫助 將來老的時候 不要得到這種病 那今天我們不是看書啊 我們是今天是讀經啊 這個經每一句 都有功德的 所以你要讀經 要記得 這個就是第一個條件 那第一個條件是什麼 一定要有一個善知識提醒 讓我們啊 天天或者在臨終的時候 你能夠念這句阿彌陀佛名號 那我們今天想一想 不是每一個人有這種的福報耶 你看那個阿瑟瑟王 臨終的時候 本來要剁五間地獄的 釋迦牟利佛 這個大善知識 提醒他 你趕快念阿彌陀佛 你不念阿彌陀佛都來不及了 沒想到得救了 所以往生西方幾個世界 本來要剁地獄的 但是我們每一個人 都是沒有 有這種的福報啊 再加上 現在這個疫情的關係 你看疫情啊 你看很多一些 臨終啊 往生啊 沒辦法為大家 來祝念 靠著什麼 看到人念佛記 很可憐 那第三個的條件是什麼呢 就是堅定的信心 一絲毫的懷疑都沒有 願意念佛求生 西方解釋世界 就是說 無論什麼樣 我一定要發願念佛 往生西方的 只要你能夠具備這個三個條件 你才能夠實念必勝 你沒有這個實念 這個三個條件 你是沒辦法的 你怎麼念阿彌陀佛 你怎麼誦經 都沒辦法 所以張善和啊 張善和啊 張善和他這個公案啊 他為什麼能夠實念 還沒念實際的 他就是往生西方解釋世界 他就是具備這個三個條件 有人來勸導他 而且頭腦又清醒 而且對阿彌陀佛 一絲毫的懷疑都沒有 所以他得生淨土啊 所以像張善和這種的公案 千萬人當中 難得其一啊 所以我們學佛的人啊 尊敬得主義同修大德 不能靠那個僥倖的態度 來學佛 你一定要用你的真誠心 無論你在哪裡 只要你有空 只要你有這個機會 哪怕是五分鐘 十分鐘 二十分鐘 你這一天當中 只要你能夠念 這句阿彌陀佛名號 每一個人都能夠得救的 每一個人都能夠得度的 每一個人都能夠獲得 無量無邊的功德利益 只要你有這個時間 就算你剩下的 只有五分鐘 或者我沒有很多的時間 我每天要幫忙工作 我要做一些事情 我要做種種的事情 只要你有時間 你趕快提起這句阿彌陀佛名號 這個就是為什麼 應光大師在世的時候 常勸導我們 把死這一個字 做來提醒自己 今天我的說明只有剩下一天 那這一天我要做什麼 最關鍵的是什麼 就是老實念佛 最尊敬的 最同修大德 真的不容易啊 要勸導一個人 真正要來修行 不是那麼容易的一件事 所以啊 修行啊 這個師父 引我們入門 但是修行在個人 怎麼生死 就怎麼生死 就是看自己了 看個人 因為 能不能了生死 超越六道淪為 關鍵不是在佛福上 關鍵在我們自己 這一生能不能獲得 無量無邊的幸福美滿的人 也都是看自己 都是靠著自己的能力 所以尊敬的 最同修大德 我們不是每一個人 有這種的機會 要好好用功 好好認真 因為這個時間啊 非常有限 今天能夠來念佛 明天要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也不知道 再加上 你看現在 我們這個身體 天天啊 往下坡 就往下坡啊 人啊 總有一天就會衰老的嘛 那要衰老呢 很多麻煩 趁我們的體力還好 趁我們的頭腦還清醒 趁我們呢 能夠聞到這個法門 那你要珍惜 好好去念這句阿彌陀佛 因為修行就是在當下 在從今天 在這一刻裡面培養的 不是在臨終的時候培養 在臨終的時候培養 是來不及了 不是我們像張三文有這麼大的福報 不是每一個人有像他的這樣的福報 沒有 所以你要培養在哪裡 都是當下培養 在這一念當中 當下這一念 只要你有空 你要好好念佛 不要等到明天 等到下個星期 等到後天 等到下個月 等到明年 當下最重要的 這個就是簡單來為大家鼓勵 來給大家提醒 因為人生無常 有生必有始 有始必有苦 所以我們呢 一定要很大的警惕 所以釋迦牟里佛 為什麼在世的時候 常常勸導我們 講四個字 哪四個字呢 就是告訴我們快快覺悟 你只要覺悟了 什麼事情就容易辦 那為什麼這樣我們覺悟呢 因為我們生生世世 為什麼沒辦法超越六道輪迴 因為我們生生世世都在迷惑顛倒 都是迷了嘛 因為迷了才出現了六道輪迴 因為覺悟了才出現了幾個世界 區別就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一念之間而已 你一念之間覺 你的眼前就是阿彌陀佛 你一念之間迷了 佛就是眾生了 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我們要互相鼓勵 互相的提醒 所以今天借這個佛二的因緣 給大家講一講 這個念佛真的太容易了 太方便 而獲得功德真的不可惜 我們不能放過這個機會 只要有時間 你趕快念這句阿彌陀佛 對你有好處的 而且現在這個災難太多了 什麼樣的事情都會發生 而且在我們的身上 有無量無邊的一些陰心在主 隨時隨地都會來找我們麻煩 你好好念佛 只要你好好念佛 你的身上都會放光 只要你的念佛就幫助你消夜上 只要你能夠念佛 能夠化解無量無邊的累結陰心在主 何樂而不為呢 好這個就是簡單為大家 來鼓勵 互相來提醒 謝謝大家 我們將來能夠更努力更精進 阿彌陀佛 好